他是在奉行祖父的政策 祖父的政策就是一中反共 不談判 不接觸 不討賊 這些都是共產黨的陰謀 這些都是他仍然延續的 蔣公一致 只是他有一點沒有延續 就是稱大陸 他把他稱中國 就是這一點不一樣 其實他很一致 他是一個跟時代完全討賊的新生代 他沒有反對蔡英文的台獨嗎 不管 反正就我看起來 他就這樣子而已 不 我講這話大家聽得懂 我是在消遣 很抱歉 他是所謂的國民黨政治新生代 自己要去面對 我又發現一支營養辣槍頭 看起來很亮 是槍 但是那是辣做的 我又看到一顆很漂亮的繡花枕頭 外面漂漂亮亮 打開經得起考驗 經不起考驗 我不知道 不服氣 隨時接受您的挑戰 您回去問問您的令尊 在大陸這樣東走西走 東奔西跑 您令尊同不同意 你昨天講的嘴翻話 我覺得這樣也蠻好 我覺得我們 他們家 有跟我們比較不一樣的系統 他們可以去問清楚一下 我們所為何事 這一個 第二個 這個主持人 也不要太氣 這個臺灣已經步上一個危機的邊緣 為什麼 因為當時蔡英文的談話 大陸給他的定調 叫做魏達緣的問卷 昨天已經把答案打完了 魏達緣就是說 因為他模模糊糊糊 怎麼九二四 所以以前的王金平 王院長的質詢 還問他說 你是一步之遙嗎 就差一步 你為什麼還在那邊晃呢 一步之遙 昨天我就講說不是一步之遙 從此又遙遙無期 換言之 已經沒有期待了 已經沒有 而且大家把臉都撕破了 從此以後臺灣要進到一個新的對立的狀態了 所以我認為南京的這幾個的縣市首長不是地方包圍中央 是應該地方不理中央 走自己的路 因為你跟他走這死路一條 走自己的路 這是第三個 大家必須要搶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當北京用極大的信心 極大的誠意 把門打開 歡迎臺灣 那我們這邊是又什麼三條件 又是什麼 什麼事前提什麼的 我也搞不清楚 這射了七個柵欄 一個是把開大門走大陸 歡迎大家一起走進來 一個是怎麼樣子 是射了柵欄 輸贏已經清楚了 最後我再講一句話 昨天的談話裡很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什麼 叫做大陸的民族復興的過程 沒有臺灣的參與 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他表達得很清楚 可是他的反話 這告訴我們什麼 臺灣不能夠參加 這一場民族復興的過程對臺灣不是一案喔 是損失喔 而且是難以彌補 甚至是難以對抗的損失 對臺灣來講 現在就有一個方式 是選擇入席 或者是選擇缺席 這已經不是統獨的問題 我再重申地說 對於整個中國大陸 不可遲擋的民族復興的過程 全世界共認的這樣的一個過程裡 臺灣選擇入席 或者選擇缺席 這個已經跟伺候要統 跟獨無關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更深層客的思考 最後我要說 昨天跟蔣先生同臺的另外一個主張台獨的老師 講了一句話 講了一段話 請各位想一想 他說現在已經變了 現在對年輕人講起來 是什麼 是利益跟主權 兩害相前起其輕 很多年輕人現在 主權都晃一邊了 利益比較重要 所以還怕被人家起底 所以把過去太陽化的炎性怎麼樣子 還把他給洗版了 請各位不要忘記 那就是 氣中愛臺曾經操縱了三十年 產生了今天這樣的情況 我請問你 當這一代開始在利益跟所謂的主權 兩害相前起其輕 把他晃一邊的時候 再經過三十年之後 是什麼樣子 還談什麼主權 因為很多人準備要去入席了 你還設了柵欄 防止大家去入席 遺憾 不是這樣子 我們會損失 不可控制 再聽聽看蔡英文 她怎麼說 中國必須正是中華民國 台灣的存在的事實 而不是否定台灣人民共同建立的民主國家的體制 第二 必須尊重兩千三百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而不是以分化利用的方式 建立台灣人民的選擇 第三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雙方之間的歧義 而不是用打壓 威嚇 企圖讓台灣人屈服 第四 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 坐下來談 任何沒有經過人民授權 建築的政治協商 都不能稱作是民主的協商 董哥 你可以看到 其實蔡英文就這兩天都一直努力刷存在感 就怕人家不曉得他是國家的領導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很早就知道有人在連署 有人在逼宮 那這個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站穩 就是 現在是我當家 那所有的回應 你看 習近平才講一次話 蔡英文回應兩次 一次是元旦 一次是習近平講了以後 又回應一次 所以他的用意其實可以看得很清楚 蔡英文內外交迫 面臨逼宮 這個逼宮已經浮上檯面了嗎 董威 蔡英文像董哥講的 他要刷存在感 我們知道大家都在逼宮他 他們民進黨內部的人 我也知道 國民黨都很希望他2020繼續出來 繼續參選 結果呢 今天果然 自由時報半版的廣告 就一群人 致蔡總統的公開信 敬請不要參選連任 署名都是獨派大佬喔 彭明銘 李遠哲 光是這兩個名字就嚇嚇叫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對習近平的講話 他這樣強硬 針對性 而且一而再 再而三的回應嗎 我先講一下就是這個 所謂的獨派大佬 但是我都認為他們是假獨大佬 他們真的獨嗎 真的獨嗎 彭明銘大家都很 都很那個 顧寬米大家非常清楚 然後吳李陪 對 顧寬米過去已經被人家旗底過了 說不能賣台 對不對 但是呢 他把自己的餘權的執照還賣給 賣給那個中國 對不對 中國大陸 是不是他 他也是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想說 你是真獨嗎 那包含李遠哲跟顧寬米 事實上都是一個既得利益的大佬 那這個時候他們站出來說 要反對蔡英文連任 老想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次在輔選蔡英文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這些獨派的大佬 都說我不要蔡英文 那大家就會開始想 尤其很多的中間選民 請問一下你們這些獨派大佬 希望誰 誰來選這個 幫民進黨來選總統呢 誰啊 對啊 是支持台獨 以台獨為他的政治工作者的 這個賴慶德嗎 還是更要獨台或台獨的人嗎 大家想了都很害怕 所以我覺得他是幫蔡英文在輔選 但是我想回過頭來 講一下這兩天 蔡英文針對兩岸問題的一些說法 尤其在昨天 她立即的所謂的戰場第一線 去回應那個習近平 習總書記 有關於對於告台灣同胞說 四十週年的談話 老想我覺得這個絕對是歷史性的談話 我認為在台灣 不管是在朝在野 都要非常的高度的關注 而且高度的重視這個談話 可是我必須要戳破蔡英文的謊話連篇 第一個蔡英文說任何的政治協商 必須要受到政府的監督 我想請問蔡英文 不要說政治協商了 大家剛剛提到太陽花 當時太陽花不知道要做什麼 說兩岸所有的協議不是 即便是無關政治的協議要做什麼 有一個兩岸監督條例 大家記不記得 對 那你執政那麼多年了 對不對 從中央的行政權執政 到你立法權執政 那麼久了 請問一下 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在哪裡 在哪裡 你告訴我嘛 蔡英文你為什麼謊話連篇呢 你要交代 你如果要跟 獨派交代的話 我問你 請問這樣的一個簡單的立法 你為什麼不能立法呢 就是沒有 根本就是謊言 第二個 蔡英文有一個非常大的扭曲 他說他不接受九二共識 他說這個九二共識 就等同於一國兩制 這絕對是謊言 其實講到九二共識的內容 其實大家說了非常非常的清楚 當然在國民黨而言 說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就兩岸同屬一中 但是對於一個中國的內涵 大家可以各自表述 對不對 這就叫做一中各表 那當然在這個中國大陸方面 就是共產黨方面 他講九二共識 但是他不要講一中各表 他不要講一中 當然他認為的一中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我們認為的一中是中華民國 那所以包含習近平 過去數次的談話 包含就是在一月二號的談話 他對於九二共識裡面也沒有談到說 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 沒有 這是兩件事 完全是兩碼事 九二共識是起點 然後你未來你要同 九二共識裡面包含說要追求兩 而且所以所以我要講 蔡英文把他簡化 或者惡意扭曲成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錯 對不起 不管是在李登輝執政的時代 或者後來國民黨所提出的版本 或者習近平也就是中國共產黨 所提出來的版本 都沒有人說九二共識 等同於一國兩制 這個要搞清楚說明白 但是我覺得另外有一個蠻重要的 我為什麼提到說在習近平的談話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他提到了所謂的政治協商的路徑 政治協商路徑 過去包含國民黨的其實很多的政治人物 也都很怕碰觸到有關於政治協商 大家都是過去談很多對不對 但是談很多 我們都不要碰觸到政治 都是被政治的 經濟的教育的文化的民生的通 就是過去有二十三項協議 都無關乎政治 但是我剛才為什麼要講 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兩岸分割七十年 大家想想看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在紀念什麼 八二三炮戰六十週年 在這七十裡面 在六十週年 六十年前 兩岸是兵戎相見對不對 然後大概在四十年的時候 就有告台灣同胞輸了 這個時候兩岸不要兵戎相見了 我們可以對話對不對 在大概三十年前 兩岸開放探親 而在十年前 在國民黨重回執政之後 兩岸開啟了山東 還有現在的 這樣非常密切的一個 經濟文化上的交流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站在 歷史的一個點上面 如果到現在為止 所有假如說 所有要進出大位的人 卻不願意去面對 應該要面臨的 要不要談到政治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魅於 魅於一個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那我真的覺得 選舉是一時的 但是兩岸之間的一個走向 才是一個長久的 好 對於習近平的 他的發言昨天的告台灣同胞書 洪秀柱 他昨天直接講 他說 習近平的談話 將會成為二零二零大選 不可逃避的問題 可惜蔡英文的回答 並沒有實質解決問題 未來有志於總統大位者 必須思考怎麼樣才能夠 務實地面對當前局勢的改變 馬英九也說話了 馬英九說 習的談話沒有偏離 中共過去三十年一貫的立場 但談話凸顯 習近平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緊迫感 一國兩制的台灣始終沒有市場 但大陸還是強調這一點 對岸對九二共識的看法 跟我們也是有一點出入 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至於在使用武力上 對岸說中國人不會打中國人的 搞台獨就不一樣 這是對搞台獨非常明確的 那其實馬英九這個談話 裡面起碼關於九二共識 就跟蔣萬安委員的看法 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我不明白 當然一國兩制 在台灣始終沒有市場 這件事情是對的 因為一國兩制 本來就是和平統一方向上面 一個你統一以後要怎麼統一 統一以後要幹嘛 一國兩制在台灣 就在現在此刻 都還是一個負面的形容詞 一個錯誤的 被妖魔化的形容詞 一個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東西的東西 事實上台灣人 連九二共識是什麼 都不知道 做民調還有很多人以為 九二共識是一邊一國 所以這當然沒有 馬英九任內有針對一國兩制 是什麼東西 好好的在台灣 不管是正反面的辯論 有嗎 自己不是逃之夭夭嗎 所以當然你不了解 當然不會有市場 非委員 你怎麼看習近平的談話 還有相關人等的回應 我先講 剛才之前秀這個民進黨 這個獨派四大佬 這獨派四大佬 這有兩個人 我真的很瞧不起 第一個叫吳李培 吳李培 總統府執政 吳李培在蔡英文一上台的時候 他就要官 他跟蔡英文要兩個部長的位置 我還問林權 那時候行政院林權 問他有沒有這回事 林權說有 這一個要官的人 要官 第二個呢 他要第二個是叫李遠哲 李遠哲最近我猜 讓管中民向大學校 台大校長 他一定很不爽 對不對 這些人 今天我碰到這個民黨 幾個委員 我說昨天蔡英文 不是很挺獨派 在大罵大放訣詞 針對習的講話 發表這樣子 我們都覺得很詫異的言論 我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他說理論上 這個四大老一出來罵 這個蔡英文 讓蔡英文的民調又高了 你剛才講也對 我們跟國民黨 如果跟這個民黨競爭 我當然希望蔡英文出來選 可是他說 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 為什麼 我有一個偏 偏帶在 因為1月6號民黨要選黨主席了 他們希望讓這個讓獨派的人 游英龍去當選 當選 你看他們講到這個一張封信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蔡英文 你不要再連任了 第二個重點 交出行政權 交出行政權退居二線 不要有回覽談話 我真的覺得這四個人 真的很不要 你不知道台灣的民主嗎 民主選出來 選出來不是選你們四個 選的是蔡英文對不對 蔡英文我不喜歡 但是你不能讓蔡英文 把權力交給你們四位 這像什麼話 你看這個 這四個人 我真的大聲地講 他們很不要臉 這一點民主素養都沒有 至於這個蔡英文發表這個談話 其實從一二四以後 他就很悶嘛 對不對 民調又那麼低 現在都不到20%對不對 然後綠的 他也知道這四個 四位要對他逼宮 從賴清德要離開行政院的位置 就很知道 賴清德就在讓獨派人裹切他 讓他出來跟蔡英文對抗嘛對不對 所以蔡英文前天才會講這樣子的話 但是我們來看看 兩岸的談判 隨著時間的消長 我們的有利的地方越來越少